大家好,我是Suzi老师 我今天要和你一起看书 我们会一起看晚安大猩猩 这个是猩猩,但是这个是也叫猩猩 但是这个是猩猩,这个也是猩猩 这个是大猩猩,好好笑 然后我们会说晚安 晚安,你可以说晚安 晚安,很好,然后说晚安大猩猩 他是大猩猩,我可以给你看 我也这里也有一个大猩猩 你可以说大猩猩 很好,大猩猩 大猩猩 好,我们来看晚安大猩猩里面 图片给我们看 动物大猩猩 他在哪里? 他在一个龙子里面 他不可以出来 他在一个动物园,一个zoo 所以他不是在外面随便跑跑跑跑跑跑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面,然后不可以出来 所以呢,他拿什么东西? 他拿钥匙 他拿钥匙 你可以用钥匙打开笼子 所以呢,大猩猩拿到钥匙 他可以放在这里打开他的笼子 然后他就可以出来哦 他可以出来 然后呢,他出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晚安,晚安大象 然后大猩猩他把大象也出来 他用钥匙 开门 然后呢,谁出来了? 大象出来 你可以说大象 很好,大象 大象也出来了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也可以跟你们走 太好玩了 然后呢,大猩猩 他再一次用钥匙 开门 然后谁出来了 他说晚安,狮子 所以狮子出来 狮子出来 太好玩了 太好了 我也可以走路 男人说晚安,猎狗 晚安,长颈鹿 还有大猩猩 他用什么? 钥匙 他用钥匙 打开长颈鹿的门 打开猎狗的门 然后他们也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 一只长颈鹿 他很高 你看 他的脖子很高 他也出来 走路 太好了 我可以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 所有的动物 大猩猩 大象 狮子 猎狗 还有长颈鹿 他们都在这个男人的后面 然后他说 晚安,求鱼 你觉得大猩猩做了什么呢? 他用钥匙 然后他就用钥匙 开门 然后球鱼也能出来 然后他要回家睡觉 但是大猩猩 大象 狮子 猎狗 长颈鹿 还有球鱼都在他后面 动物们都跟着他进去他的家 他们在家里面 他们要跟他一起在卧室里睡觉 他要睡觉 他要睡觉 所以动物他们也要睡觉 他们也要睡觉 然后男人的太太已经在睡觉 他说 晚安 亲爱的 晚安 然后呢 他听到很多的声音 他听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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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都说 晚安 然后呢 太太就 起来了 他就开灯 什么东西 然后他起来 帮所有的动物走 回去动物园 他们要回去动物园 太太说晚安 动物园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只大猩猩 还有一只小老鼠 他很累 我要睡觉 他说晚安 亲爱的 他说晚安 但是你看看 还有 还有大猩猩和小老鼠 小老鼠说晚安 大猩猩 但是大猩猩已经 已经睡觉了 我希望你喜欢跟我一起看这本书 我们有学到一些动物的名字 还有我们学到晚安 今天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要跟妈妈说晚安 妈妈 我爱你 或者你可以说晚安 爸爸 我爱你 你可以跟妈妈爸爸说晚安 像小动物一样 我希望你很快乐的过今天 谢谢你跟我一起学习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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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